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就是冬至的財經特備 因為想起兩年前 又是在冬至拿了財經特備出來 預計一下後面的情況會是怎樣 既然是2022年臨收官之前的 最後一波 我也要說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起 我見有人問起日本加息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日本加息豪不出奇 如果你去找日本的通脹數據 看完之後一看那張圖片 什麼都不用說 你就知道什麼事 直不得不得一枝箭標了上去 他們的Consumer Price Index 你拿著將五年圖一網 嚇死你 可以說就算在2020年當時號稱 已經恢復 或者你甚至再久一點 不要五年 十年 當時2018 2019年代 那時候很厲害 很厲害 都跟現在差一大節 一大節你說好像很誇張 你說到 那不是啊 你想想幾十年 用了十年都不止的時間 都去不到的位置 不用一年就已經 一兩年之間就一聲已經到了 你站在日本任何一個 搞政策的人 看到這樣的通脹 肯定是心寒 一定是心寒 而且近來岸田文雄那個政府不是很穩陣的 民望是一般的 民眾也都已經開始怨忍 就是大哥 你搞不定通脹 你外交搞到曉飛都沒用 大哥 你搞不定通脹 說什麼都是浪費的 因為通脹這什麼東西 因為是人民生活來的 每一個市民的柴米油鹽 你看到那張帳單 然後你就在那裡嘆聲 是不是 每樣東西都這麼貴 我份量都是這份 以前勉強有錢剩 現在 什麼有錢剩 分分鐘不夠 那張帳單 已經要撕出儲蓄 那你怎麼辦 如果打工的也是這樣 日本有多少老齡人口 那些老齡人口是沒有打工的 那些人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他們的收入是靠利息收入 儲蓄券派的利息收入 諸如此類的 還有以前儲蓄儲蓄的慢慢撕 因為每樣東西都貴 那你怎麼撕下去呢 所以日本要加息 甚至 不止加一次 可能要多加幾次 乃至減少這個 的泵錢規模 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它不可能再加下去 而且 日幣是不錯的 的確吸引到很多人來消費 但是 對於國內的市民來說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通過 這些旅遊 來受惠呢 其實你又不知道 還有這個受惠是否可以撕到每一個日本人 也不知道 所以 如果你說單純以現在 看回這段時間 日本的 經濟情況 經濟是有好轉 但是經濟的好轉 那個力量遠不如 你通脹給出來的那個力量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 日本經濟是 是 improve了 但是 也是 很悶 升得很慢 很悶 那些格局 升得很慢 很悶 然後你遇到那麼大的通脹 實際上當你扣除了通脹 你的經濟其實正在收縮 那就沒什麼意思 你再吸引多些遊客 也是沒用 也就是這樣說 你吸引遊客 來消費的這一下 可能帶往部分的經濟 但是對於整體的經濟 那個 那個 的好處 至少你現在看不到 可能要滯後 但是不是說滯後要滯到多後呢 已經 半年了 但是那個 效果 不是很顯著 所以我想 日本在這些考慮之下 不行 兩害 兩害取其輕 不要搞 如果我這樣搞下去的話 日本人一路散不吵 到時 想盡辦法讓我賭國 就麻煩 或者你 就算是日本經濟來的 有很多資料你找不到 所以加息 減泵錢量 基本是找不到 即是說 而且近期的情況 大家不要忘記 我之前已經提過 日本已經有很多方法 去按通脹 但是如果日本結合這麼多方法 按下去 還可以3.7% This is no kidding man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真的是 認真的 他用這麼多方法 死壓爛壓都壓不住 如果現在再游得他 不加的話 後面 通脹那件事很可怕 就是他不可以給他一輩子 一旦一輩子 所以整輩子就是 每一個人的認知 的perception 不再把 利率低 當作必然 而是當作 現在利率肯定是高的 然後改變了 整個 無論是工作的行為 消費的行為 投資的行為 和借錢的行為 如果全部改變了 後面的影響 深遠很多 同時如果你要無限的話 你可以用的工具就少很多 因為 今時今日 現在你可以用的工具 實際上還是在一個低通脹環境下 拿出來的 而現在你要無限的話 要去對付高通脹的話 你就一定要趁早 趁那個通脹未去到一個 改變到行為 以至到你可以用的工具 你現有的工具 到底是否有效 你不知道 之前 如果你說一早就已經開始加息 減泵錢 那就是當你的通脹在一個低的範圍 可能升到4-5% 你已經開始按了 那些是你知道的 或者你現在日本來計算 升到2% 不要讓我開始按了 就是讓你不要太熱 不要過熱 按一按 但因為這些東西以往有往跡 你能夠跟進 你最差的又是 不是人無通脹 零通脹 但是零通脹是否死得人呢 至少 日本捱了那麼多年都是這樣捱 沒有說不行的 可以繼續捱下去 只不過當然沒有那麼過癮 但是未至於捱不下去 但是當你的通脹已經回到3% 4% 到現在還加的話 一旦升到6-7%的話 帶來的 是整個行為的改變 你很簡單 剛才說 拿著一張單 本來你在打工 你有一份長工在那 你就想著稍稍稍稍稍稍 我當我每個月 我是一個中年男人 當我40多歲 當我每個月 換算港幣 收五皮 收五皮 你說鹽高 是中產 當老婆不上班 不要忘記 我五皮 左扣右扣 賣樓 甚至上一代 留給你未供完的那層樓 麻煩你下一代繼續供下去 還有子女的洗肺 這樣那樣 加起來 OK 每個月總之 洗洗一下 但是你老婆很厲害 很會遲家 死限死底 你也不去買高達 也不去買 音響 你老婆不買包包 很樸素 整個黃麵婆 因為這樣你更加愛他 你反而沒有嫌棄他 OK 非常好 你死定死底 每個月 可能只剩下 五千元 或者一萬元 撐你現在 一下通脹 漲到這個地步 你本來每個月還想著我可以剩下一萬幾千 哇大佬 現在這樣搞下去 一升升上去 我一個月可能剩下五千 已經是標債了 甚至沒有 五千也剩下不了 因為加了租 不是加了租 因為食口升上去 你是在供服飾 供款升高了 生活費升高了 電費升高了 而且最好是那些東西升上去 很多不是那麼快減的 你別以為電費 真是可加可減機制 大佬 很多時候電費都是加快 減慢 談判籌碼不同 別人斷你電 他不怕別人 當然一大大地方 你說美國的電網 是另一種世界 但美國的電網 雖然競爭很激烈 但不好處就是 基本上 只要人用一多實嵐機 一嵐起機就很麻煩 但Anyway 這個Side Track 不需要說 關鍵於是 一看到大佬打工不行 可能我要秘勞 或者老婆也要想辦法 拿秘勞來做 如果不是的話 或者找些part time 不是秘勞 用些part time來做 小孩子的開銷也要盡量減 之前我經常送他 什麼興趣班 什麼親子班 什麼補習社 大佬不行 我現在沒那麼多錢 要將生活 將就將就 甚至不是 層樓 因為樓價又不升 隨時跌 但我現在又很痛苦攻到我 那怎麼辦呢 可能要賣了他 但賣了他又不行 還沒攻掉 剩下那一段 扣賣數 你到時租也租不肯 那怎麼辦呢 硬硬硬 這個已經是太夠痛苦 會令到你 已經改變 有機會改變你的行為 你可能要打兩份工 那些只是維持 你原本有的生活水平 可能還要降一部份的生活水平 這樣去生活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 對經濟很好呢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玩 回頭 去到 投資者 去到 即是企業家 他正在營運生意 他正在看著 但我成本正在上漲 因為你這群家產 如果不加你薪金 你就會跳槽 但我加你薪金的話 我還是要轉嫁給你 轉嫁給你 轉嫁給你 轉嫁給多少呢 可能我是硬吃的 我本來明明100元 我可以賺30元 或者賺20元 現在 我只賺100元 我加起來也是賺15元 這樣很慘 他會不會再擴張呢 他也未必會再擴張 但他是不是一定要炒人 可能還未至於炒人 所以高通脹環境 的拿命之處 就是他不一定要炒人 或者只是縮減一部份 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你除了考慮 提高資金之外 就是炒人 通常是 提高資金之外 但與此同時 你也有考慮 當你太少人做事 而市場份額縮 你的整體收入都會下降 整體收入下降的話 但是你的租金 不是下下兩下 就可以斷租 有些福利也不是 有些退休金 不是說你斬了 就可以不用付 你正在付的 你要記住 香港因為沒有什麼 福不福利 退休福利要付 就不用繁圍 但有些日本的公司 或者美國的公司 那份要繼續拿去投資 退休後要繼續找 不是說不用找 公司要硬撐 你有興趣看看 美國的航空公司 那份退休金 那個支出 多恐怖 而且他經常找很專業的人 幫他管理那筆錢 原因就是 他退休後仍然有支出 不是沒有支出 所以頭部都尺 但擴充不了 但又不敢縮得太行 你只可以慢慢縮 然後你看著競爭對手 哦 UNIQLO你炒1000 我是GS的話 我炒 1500 但我敢不敢炒 10,000呢 不行 炒10,000可能要執拆了 20多個舖 那我的貨幣 不是借了嗎 我到時遣散費都給不起 那怎麼辦 我不是PK 不行 不可以這麼想 還有 市佔率不可以亂縮 一縮小佔率很厲害的話 投資者 就會 都會 拋售你的股票 拋售你的股票的話 你的財務壓力也很大 很多公司都是抵押自己的股票 跑去套錢來用 如果你是這樣 銀行老總就打電話找你 陳先生 貴公司 傳這些不是不利消息 我條數你先紮一部分 麻煩你 不找一億找五千萬 不找完 不可以找一千萬先 不是我跟我老闆說不定 那你怎麼辦 但是 最拿命就是你不是馬上縮小佔 如果你馬上縮小佔的話 我看到終點 我看到終點站之後 我穩定了 然後我就不斷 放錢下去 慢慢焗起 但是現在就不是困獸鬥 大家都縮小佔 大家不敢大縮 如果大縮小佔的話 稍微少了 又會被人扔你 因為現在氣氛還是熱的 氣氛還未凍 尤其是為甚麼氣氛還未凍 一旦你的通脹率 比利率還高的話 你不會去儲錢入銀行 亦不會儲錢在鞋盒底 不去洗 你回到 你的財座 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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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我又要去買包包 你說老婆 這陣子 現在生活艱難 你認識甚麼呀 現在的錢會貶值 反正要買也是要用的 不趁現在買 遲些更貴 糟糕 不要妨礙我 是的 是的 當你要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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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省錢呀 甚麼環境呀 你還不懂省錢呀 Anyway 問題就在於 當你在高通脹 低增長的情況 你人工的增幅追不上通脹 你放錢入銀行 又追不上通脹 這些東西你又要繼續消費 所以 所以 有些事情 你不能賺賺賺賺賺 唯有該是 轉身店會提起ounced 但其實 是加100% 然後回賺單拉 這樣推賺單拉 給你然後 問唷 我買到價錢 現在 too 但你不買 $ 如果你收 continues 你房 subscriptions 但是 Services はい 你還是貶值 當然 因為你的價格依然是頂不上你的通脹 而通脹是會繼續有這種feedback的能力 就是當你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想 每一個人都搶著買的時候 就會進一步推高那個價格 但是生產商是否生產呢? 生產商到時候看著我的成本這麼貴 我又不是轉價得完 我不打折 我就一件都賣不出 我每次都要打八折 但其實打八折是否說你賺很多 其實不是 我數一數 我的成本都升上去 我的薪金都升上去 租金都升上去 我不用付錢給這群家產 就算我炒了人 我又不敢炒了 因為炒了我競爭不行 隨時被人寫臭我的報告 我那間公司想得過 被謠言一傳出去 困獸鬥吧 我依然要繼續硬撐下去 但我又不敢請人 你們有收的錢 又不夠 原價消費 只能等我減價給你消費 那變成一種糖水滾糖魚得利 但是價格又一直鋪上去的格局 然後另一方面 你本人 你有多丁那麼多錢 剩給你那麼好東西 那你會到時候想 錢一直貶值 把銀行收息也是死的 不好了 不如投機炒幾次 這段時間不是啊 某些大書呀 有些什麼呀 教我們現在去炒蝶貨 蝶貨一跌到一個低位 我告訴你美國聯儲局 遲早都是減息的 到時候 蝶貨會爆升上去呀 你現在萬多元買到時候 包回到六七萬元美金一個 贏了啦 快點買比特幣呀 我一聽是呀 這些錢不斷中了 去玩投機 甚至會去到一些很荒唐的情況 美國的地方 日本的地方 很多還要看稅的情況 有些人 尤其是美國那些 一看稅這樣的情況 不是啦 我計算我份量加稅 現在稅又加了 死人民主黨政府 扔你家 加稅加得那麼狠狠 通脹又那麼貴 我不如不要走 我不如失業了 然後用著我的退休金裡面 或者我的保稅戶口 我只要不是捉那麼多生活費出來 我就拿他去炒 那我就拿他去炒 一 企業就少了一個僱員 然後多了一個人去炒 而且炒的當然是炒商品 而商品如果一炒起那個價格 或者炒美元跌的話 那我的傳導下去的結果就是 上游的成本總是跌不下去 而上游的成本一直跌不下去 傳出來的訊息就是 就是 努力市場又不是說 大炒人又未去到 因為經濟又未真的崩潰 那你又未大炒人 他可能炒那些人 但失業率4% 4.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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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4% 5% 5% 5% 但如果你是弄成這樣 那你勞動市場根本是招不到人 那你又不能隨便減價 你唯有繼續加上去 變成就是人工追逐著物價 人工租金追逐物價 互相追逐 而互相追逐得來 你連儲局死不加息的話 或者每個央行都不加息 聽你那些華爾街的人在說話 這種追逐是無了期 記住 向上是無了期的 可以 直到什麼時候呢 直到所有利益已經吸收到炒得很熱的東西 然後浮沙 堆沙堆沙 踏盤 踏到終於基礎頂不住 一下散了 到時候那一刻就死得人多 如果你到時候就變成像比特幣 如果你真的被你炒到6萬 但一夜間跌到30萬 再多一兩天跌到1萬 甚至跌到5千 到時候就一個 不是股災 又不是紐災 是幣災 但一幣災的話 難道不影響到你其他資產市場 不是其他市場會跟著升 其他市場一齊恐慌就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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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所以很多央行 不是在考慮市場意不意見 通缩 通缩也要有另一種情況 通缩很多時候要出現 經濟衰退 可能以現在通胸的情況來 只會導致通缩升慢 或者跌回一些 但你要搞通缩 通常都要金融危機才行 但會不會有金融危機 現在你說會不會有金融危機 我就不敢包 但如果你看美國樓市 美國樓市有機會現在已經逆轉了 那個價格 因為連續幾個月 連續三個月 現在應該有 美國樓市的負存都超過八個月 樓市是逆轉的 那個價格 但是不是立即代表會大爆 這個我會有個問號 為什麼呢 美國樓市跟全世界都不同 美國樓市的獨特之處 因為多數有實力的人 是供定息的 定息的 去供樓 他不會是浮息 不同香港 香港通常是P加幾 或者Hon加幾 就是Hon 或者P加幾 但是 以前是P減 現在回到P加 Anyway 美國就不是這樣做 美國是大家講數 拿到長期利息出來的 但是哪些人會供浮息呢 供浮息一般都是不夠實力的人 那些人才會供浮息 但是供浮息來說 年期不超過五年 沒有30年供浮息 美國沒有這支歌仔 通常不超過五年 甚至一般來說 最多是一年 或者兩年半 這樣的數字 用到五年都很少 他們是利用這麼短的合約 那些是給不夠班 上位的 那些人上車 因為是這樣 他不可能長期收你這麼低 所以他就要看餐吃飯 就會是用一個基準 等於香港的P加幾 他會用一個基準的利率 加幾多上去 那好了 問題就是 因為這麼短 就要看看你 是不是一個長期的繁榮 以及長期地有人一路賺錢進去 美國能夠刺案爆 不要忘記 2000年有些人 不死的有一堆 都可以在那段時間 狂攻樓 都不奇怪 有一堆人上車 例如 不需要長 例如到2004 過了沙士 2004年開始 樓市好像重新 整個經濟都熱了 短短2004年到2006年這段時間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為了跑數追業職 整個招募 真的不只是做Fixed On 真的做這些扶適案 專門去找這些不夠班的人 這些到底有多誇張 大家看The Big Shot 就已經看到 那一齣電影挺好笑的 那本書本身是更好笑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看The Big Shot 你就會知道 那時候瘋到什麼地步 因為大家每個銀行都要給業職 搶生意 所以什麼都這樣做 而且反正不是銀行 銀行一拿出去 那張單就轉賣出去 給Fanny Mae Freddy Mac Fanny Mae Freddy Mac Fanny Mae Freddy Mac 打了豬印之後 別人以為這是官方機構 其實不是 但是別人當是 市場自然會去買 他們包裝的東西 拿去再包裝 包裝再包裝 拿去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最終就是 但是現在的關鍵就是 這一種形式的樓案 在2020年是不會發生的 2020年是不會發生的 2020年是在新官最差的年代 街上也不能理出 你還買什麼樓 乃至2021年的重開 都要到差不多下半年才開始次熱 才開始旺 而且旺的時間 直到由2021到現在 2022 2022已經加息 一加息潮開始已經逆轉 跟這個次案爆發的時候 整整旺足三四年 是兩個世界 起碼可以去到04年 其實03年下半年已經開始 然後到06年 差不多06、07年到頂 所以你說07年到頂 你有足足四年時間 給你去累積一大堆不合格的客人 然後為了爭生意 每個人都發亂 但是在2020年這一次 因為新官疫情這麼特殊的情況下 到2021年 真正重開都要到下半年才開始旺 但是到2022年已經加息 尤其是到3月 開始加上去 真的開始認真 那些人已經退了 所以真正可以旺的時間相當短 所以累積的這些不夠班的客人 其實那條數是不是這麼大呢 不要忘記 就是再之前那些可能都有一堆 那些是Rover 或者是Rover 或者是Rover 不到 但是在2020年那個情況 很多是一個斷崖 不見得Rover 那段時間 或者是Rover 給你一個什麼 給你一個位置 我相信今年2022年 那堆已經逼著它 所以我覺得累積的數 未必有好像07、08年的時候 爆煲 爆到這麼誇張 那條數 如果是的話 美國銀行系統 不見得有即時的大壓力 根本 不要忘記 美國銀行系統 這一次的 他們擁有的資產 是多到你不相信 這幾十年 爆出來的資產 完全是 你想想 多到最終銀行 水浸到要求 那些客人 你不要再傳錢進來 那些大客人 那些斷益位計的大客人 大哥我認識都給不起你 麻煩你直接去 我幫你做custodian 那個戶口 麻煩你直接去買 那些貨幣的回憶 在那裏收利息 所以那裏還有一大塊錢 那裏變成了貨幣很充足 跟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沒有QE 之前沒有QE 那時候只是加息減息 哪有QE 那時候哪有買這麼多資產 所以當時一斷起崖上來 那個貨幣即時消失 但現在不是 現在貨幣相當充足 是貴還是便宜的 就算現在山水喉 跟那個年代的緊迫法 都是兩個世界 亦都因為這樣 可以說 變成了你很有機會 通脹可以高居不下 如果你聯儲的行動 是不果斷的話 和全世界央行動 不果斷的話 然後形成那個 positive feedback cycle 你的通脹就會越來越難解決 直到你那些油脂拿出來 又是跑去炒 終於炒到一個位 就是利益歸邊 歸到你市場真的找不到位去 那就爆煲 到時候那個爆 可能不是在夏年爆 到時候可能退多幾年爆 但一爆起來 那個禍是相當之大 沒有人揹得起 到時候1929都有份 因為突然之間大量資產價格蒸發 那就可以恐怖很多 其實現在關水喉 在捏著水喉 令到通脹受控 其實相對地 只是幫助市場 去尋找一個更加適合的 Equilibrium Point 一個相對實際 你的身為是比較實際的 通縮可能少了很多工作機會 但有些工作機會 本來都是浮沙 亦都可以令到一群 本來炒東西的人 終於摸了街 乖乖地回到農動市場 改善生產 更好 不要再炒 這樣才能令到經濟穩定下來 然後找到一個低 真真實際的消費 網上消費不是不實際 網上消費是一樣實際的 你在網上買東西 在網上看传送 玩上網上網上都是實際的 那些不是假的 那些是虚擬經濟 那些是實體的經濟 所以 所以虛操 其實我不認為 應該定義在這些 長期購買 長期購買 網上服務不是 所謂虛擬是炒東西 純粹就是炒賣 你最怕是炒賣經濟太活躍 將你的人才油 他踏踏實實地去做事 全部拔走去做炒賣 還要即炒賣 不是長線投資 不是我做一輪分析 然後給一些意見 收服沒有錢 也不是那些 純粹就是每天坐在家裡不斷炒 這樣的話 你的通脹可以繼續惡化 人生產的能力又不夠 是一個惡性循環 你不斷地在企業裡抽人走 然後每個人做到個體會 就不是真的去做個體會生產或者做服務 而是個體會去炒賣 繼續將東西越炒越貴 越貴 好了 企業的利潤又低 然後又令到人工要求高 於是似乎 進一步令企業的利潤收窄 他又不可以不加價 唯有加價加在你身上 然後你身上 發覺你的份量不夠 扣不住你的開銷 那不如不要去炒賣 大家賭傻遊戲 看看誰最後接火棒 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古神 卵王 卵侯 諸如此類 每個人都覺得是 或者是弊王子 那就這樣搞下去 所以我個人估計 沒有一個中央銀行願意見到 因為那個中局比你現在更恐怖 你一按到通縮其實不是壞事 通縮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已經過熱了 之前泵錢泵過籠 通縮了東西便宜 而且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你不要亂扔錢去做生意 不要是有做生意 不是有做生意 是有炒不是有炒 是有 是有擴張不是有擴張 你真是看 市場要些什麼 或者你提供的東西是否真的幫到手 是不是真的提供多了選擇 而那些選擇是 令你舒服的呢 令你生活更加好的呢 又或者你是不是真的減掉成本 令到企業的運作更加有效率 於是大家的生活 雖然我好像 薪金沒有加大 我的 我的生活方式仍然可以好 原因就是那些東西便宜 那些供應鏈 我不知道你們用什麼辦法重組 但是總之你就能夠重組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估計 聯儲局也好 歐央行也好 如果連日央行也加入戰團的話 這三個央行也不是傻 他們應該會堅持下去 當然速度可能會減慢一點 因為他們都要看重吃飯 但是如果由昨天 美國公佈的 Consumer sentiment 可以去到 那麼興奮 12月他們有那麼高的 其實很高也不是 但是 比預計高 隨時會給予訊號 給幾個央行的心態 不是 那些人仍然很容易就很興奮 無論是股市的表現 還是消費市場的表現 稍微鬆一點 稍微慢一點 傳達出來的訊號就是 那些人已經個個磨拳 準備消費 即是還有大把餘力 那倒不是 就算混合 這個季節 我也是要按 這個只是計算 就是發達國的情況 我們現在還要多一個 wild card 這個就是中國 中國的wild card 可以是怎樣 以現在中國的全面開放 將那個管制 突然之間 現在中招中得很厲害 周圍都中 好啦 周圍都中 我們假設 農曆年前後 到了高峰 第一個高峰可能農曆年前到了 之後在大城市裡面 因為人口密集 感染容易相對 因為每個人出來買東西 現在不敢 但不敢極都沒用 因為其實omricon 那些差不多接近airborne的傳播 很難避 其實稍微鬆一點 你已經周圍都是 甚至你怎樣去按都按不住 人與人之間 你不可能完全不交往 如果你的疫苗接種率不夠的話 傳染力是很強的 只不過就是 重症率不高 但anyway 如果過了第一波 接著農曆年 農曆年雖然他勸喻你留下 但總有人要回鄉下 最怕就是這班 總有人回鄉下 只要那些人回鄉下 而他中了招 一傳過去鄉下 但又因為無論種種原因 到時都是不封城的話 假設 不封城 不玩動態清零 的話 第二波 未必在大城市延續 而是在鄉下 二、三、四線城市延續 但那個大鑊是在這裏 為甚麼呢 當你北上廣深這些城市已經重開 重新消費的時候 二、三、四線城市中了招 但今時今日的生產基地 很多是二、三、四、五線城市 在鄉下 無論是工業生產還是農業生產 而且那裏的醫療資源是比大城市差 如果那裏的染病 厲害到一個位置 變得有點像 不是像大城市那種 即是像當年武漢 那種情況的話 你會令到你的生產力大跌 但是城市已經出得來 他已經有很多人有了免疫力 這樣的話 一邊搶消費 因為那班人 大哥那麼久沒有消費 也想消費一下 就算錢不多 消耗了一段 但還是想消費 他生活要想正常 而且城市人通常路數也多 相對財富也多 還有一些職主的錢可以用 他去消費 鄉下那邊 生產力一追不上的話 即是甚麼 供不應求 供不應求 那結尾通脹 這些物價上去 而且最害怕 就是當大家鬥搶東西的時候 而生產力不足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通脹又會同身 浮到海外 即是所謂發達國那堆 如果發達國發國 不是呀 你傳導到通脹過來我這邊 那他是不是可以那麼容易 那麼輕鬆放生 不見得 到時可能他都會加回 即是說到時他會發覺 喂不是呀 即是說解決 見頂見得太早 其實我還沒見頂 甚至就是如果 中國重開的話 整班人趕著去 廣頭趕命去消費的話 油價 會不會又被他們取回呢 或者明明就是 好了你已經跟沙特講念數了 美國不斷叫沙特增產 他真的增產但誰知道中國有加入戰團 他已經重開了 經濟開始 那就沒辦法了 你維持在長期七十幾八十元 甚至八十幾九十元 那他取得上去 你可不可以這個通脹 你可不可以不可以 而且美國還有一個危險 為什麼呢 歐洲 通常過到二三月 那個 寒冬的情況 以我的記憶 寒冬的真正凍得很厲害的情況已經過了 但是美東就不一樣的 美東往往三月都會 搞暴風雪 如果一個不生性 在美國三月搞暴風雪 反而歐洲沒有那麼厲害 美國 通脹一下可能就敗得更厲害 到時你按不按 所以就不能夠看得太輕鬆的 看得太興奮 裡面的隱藏的一些麻煩 可以在一些很怪誕的情況下 會unwind出來 會發生的 如果準備不足 到時應對也應對不及 會是很嚴重的 所以 在這個東智特備裡面 簡單說 總結就是 第一 憑現在 在銀行體系有的流動性 無論是在美國 歐央行 還是日本央行 本來正低的流動性能力來計 但是 短期內你說爆金融危機 就沒有以前 好像07、08年那段時間那麼容易 因為它有充足的流動性在 現在不是沒有流動性 是有流動性 而 利率政策 利率也未完成加息 所以在加息預期還在 應該就不會那麼容易發瘋 即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的 炒賣 會是有些 估計就是聯儲局也好 幾個中央銀行也好 看到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 就業市場 也都未去到 大範圍的失業 是沒有必要太早去收慢 加息 他們加息就算收慢一點 也是叫做看餐吃飯 只要稍微看到苗頭一升上去 他們又會 追反過去 絕對不可以讓 長期高通脹這個承認 這個承認一旦承認 而改變了人的行為 你要再改變 你要下的本就會重很多 到時加息要加得空狠很多 山水下要關得很急 你才一下子把利率抽光 你才可以打倒了投機市場 你才可以解決到你的通脹問題 還有那個其實就是市場無效的問題 而Wildcard就是中國 中國一旦 當你過了兩波疫情 當你三四月之間重開 但是在重開緊的時 城市已經重開 有個時間差 時間 就是大城市重開 但是負責生產的 二三四線城市 和農民的地方 還在爆疫 因為醫療支援不足 生產力低下 而城市需求大 而造成的另一次通脹 這個既可以是國內的通脹 也有機會擴散到外國 這個Wildcard也有機會令到 外國的明明想拖慢一點 加息速度 可能不是 一下子還要加得急一點 如果一個不生性再配合 一些天災人禍 就算是烏克蘭贏了 一時三刻都未必禁得住 通脹帶來的禍害 那 至於長期是怎樣呢 留意著中國疫情 留意著美國的利率政策怎麼走向 如果美國的政策你想猜測 就看著失業率會不會大升 還有就是那個 房價 美國房價會不會急跌得很重要 如果不急跌就沒有 沒有什麼大的金融系統風險 就算有 也要留意著會不會有 大量的reverse repo 在Federal Reserve的帳戶 大量地 unwind了出去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也不是 最糟糕的情況 遠遠未到金融系統的大風險 但是 企業利潤就不會靈得去哪裡 因為 在通脹的情況下 企業利潤一般都不會特別好看 會被通脹蠶食他的利潤 就算你好像Like 通過reduction 就是通過 炒人減 召喚市道 這些東西很多時候一次過 但如果通脹持續的話 他就要持續做 那就有機會令到 收入會減少 就算利潤率維持到 比較上正常的利潤率 但如果你收入是減少 也不是對股價有利的 對股價不利 所以 幾樣的因素之下 來年 有機會 頭一兩個月可能有一股 小陽春在 但是過完之後 會不會通脹越出越勁 越迫著他重新加急 而又要打倒投資市場 再加上三月份 四月份 很多企業報告要醜虎中 所以見家翁 會不會那裡會有一些 在一二月那種刺熱 或者興旺的氣氛 或者各個很樂觀的氣氛 不要去負債 亦都不要去放在 雖然有機會高通脹 雖然有機會高通脹 但我估計 中央銀行 各個央行 不會放生的 如果他們堅決地要打的話 金可以一時 爆得好 好像金、 蜜蜜蜜蜜蜜 可能短期 可能一個月裡面 有得被你爆炒上去 但一炒上去 如果你真的爆炒上去 麻煩你那個月裡面 快點獲利 然後你就很閃 因為 央行到時 擺出一個很鷹的姿態 跟你捏下去 一直拉高那個二月期 又一直 加回 不是五十 加回七十五點 到時走都走不遲 你就糟糕 雖然會有些 提利... 因為你的利率很高 但你不要當作是一個大盤 保持自己有充足的流動性 保持自己有份工作 無論如何都幾乎有份工作 去打一下 至於你用的corporate bond 甚至曾幫炒不炒 那個return可以很吸引 但問題就在於風險相當大 因為在這些環境下 很容易有公司會頂不上倒閉 一倒閉你渣也沒有了 大概情況就是這樣 各位自己看路 冬至特備就說完了 明天 就是2022年我估計 正常來計的節目應該是最後一個節目 2022年裡面 明天就更新一些地緣上的東西 大家可以跟今天這集互相對照來聽 去找個 用個概念 到底是怎樣的 今天講得比較集亂 所以今天出的 我沒有什麼 summary 各位辛苦你聽了 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我們下一年再見 不應該說明天再見 明天先說下一年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